美国股市的科技七雄 它的总市值到12兆美元 这个数字呢 如果跟香港股市的总市值 4兆美元来做一个比较 你就知道科技七雄有多厉害 美国股市去年占很多 但是呢 有75% 就是科技七雄的股价 占了75% 那科技七雄 当然在S&P500里面 S&P500占了23% 但是其他的493家 它只占了13% 所以呢 其他的493家 都在平均以下 整个美国股市可以上来 都是因为科技七雄 Vidia长得很大意思 237%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真的是一个不对称的世界 即便是在美国自己的股市里面 它也是不对称的 所以现在道琼啊 涨到37000点 这其中 当然就是这一些 领先的这一些几个指标股 他们的贡献 那么台股呢 跟美股之间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对 我经常在检视台股 跟美股的关系 那我发现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 台股跟美股的相关指数 大概高过80% 对 因此啊 我甚至把台股看成是 美股的一个 小纳斯卡克 对吧 那台股今年会涨 涨的幅度呢 到前几天来说 快到25左右 对 快到25左右 已经是今年以来最高的 这个比重跟这个比例 事实上是跟S&P500 对 差不多 对 但台湾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明显的科技趋雄 对 说带领整个 哎呦台肌电啊 哈哈哈哈 不台肌电 涨不太上去 对 大家也看到 对 那么但是 台肌电是涨39% MVD涨涨234% 差距很大 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从星期三开始 对 星期三 美股跌了479% 对 将近500点 对 那么美股呢 在FED 可能放出 可能会降息的消息以后 美股是连涨9天 对 那为什么会在 星期三那一天 突然之间就下跌 将近500点呢 那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系 对 因为科罗拉多州 对 判川普不能选 对 最高法院判说 川普不能参加 明年三月共和党在 科罗拉多州的初选 所以我们就知道 由于2024年的11月 美国要选总统 这个的不确定性 已经在前几天 发酵了 给我们看到 它的威力 有多大 所以如果你要想 明年 会不会有 这个意外的一些情势 发生跟变化 对 而影响经济的话 我想我们要特别担心 这一件事 是 那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 都会有许多机构 来预测来年的经济 对 但是这些预测呢 通常没有办法预测到一些 真正影响到的重要因素 通常年底预测的 到过一年之后来看 就完全不一样 2023没有预测到 就是AI的兴起 以及所谓的美国的一些 矽谷的银行 发生那些金融问题 在前一年是通过膨胀 没有预测到 在前一年是乌克兰战争 2020年是没有预测到 COVID-19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谈 2024年的经济情形 只能够讲趋势 但是不敢讲说 他会怎么样 yeah 記者 李宗盛